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指数分配的应用 指数分配在应用上面来说 排队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 排队理论的部分 指数分配相当于就是 我们平均每一个间隔上面的平均的时间 来我们来看看 假设是医院门诊 看病的平均时间是μ 那么也就是说 一个位病人看病结束后 好门口就亮了 请下一个客人进来 亮灯的平均时间就叫做μ 平均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β 若将这个亮灯是一个事件发生 那么亮灯的这个过程 有几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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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一个不阿松的一个过程 那么也就是说 t指的是时间 那么t的几率密度函数是什么呢 就是指数分配 我把几率密度函数写下来 那这个地方我们习惯小写的了 ft是等于什么呢 μ分之一 1的负μt μ分之 t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常用的β 这β要记得 这就是我们的平均时间 这是时间 这是平均的时间 每一次的平均时间 假设有一个柜台 平均服务的时间是两分钟 也就是说 你看到前面刚好一进去 平均上来说 你要等几分钟 两分钟 两分钟 也就是它的中间的间隔 也就是β是多少 β指的是2 那么我们的几率密度函数 怎么写呢 各位同学会不会写呢 是β分之1 1的负β分之x 那这边的β指的是2 来我们写一下 2分之1 1的负2分之t 好那这边的话来说 是时间嘛 t 然后t大于0 那如果说 我们要计算什么呢 平均两分钟 可不可能超过四分钟呢 当然可能 只是几率高低而已 那么超过四分钟的几率 那怎么算呢 超过四分钟的几率 就是p t大于4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应该要把它写成t 比较好 好这个地方用t好了 这边来说的话呢 就是变成了 四到无限大 二分之一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这边是用t 好那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是可以直接来积分的 这就是1的负二分之t 然后这边就直接算下去 4到0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 好来说是多少 你看啊 这边我们仔细的计算一下 这是负的1 负二分之t 范围4到无限大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 无限大带进去是0 减掉 这个4带进去 我们发现什么 加 1的4带进去 负二分之4 也就是负二 所以是1的负二四方 答案就是这个几率 那这个几率大概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把它计算一下 这是负的四方 就是放在分母 就是1的平方分之1 1我们取什么 取2.71828 这是欧拉数 欧拉数的平方 就是7.389 然后叫1来出它 这几率 这几率只是一成多了 所以我们只要平均两分钟 超过四分钟的几率 就是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排队理论的指数分配的 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来谈一谈 指数分配跟 布瓦松分配中间 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 就是两个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怎么说呢 他说每单位时间 在这个假设是一个单位时间 那么有几次呢 假设是Landa次 那么两相邻事件 这个的时间的间隔 这是什么 这假设是Beta Beta时间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看 Beta乘上Landa 是不是就是为1 这两个是互为导数 所以这个Beta 就是所谓的Landa分之一 那么我们要了解 一个是指数分配连续 一个是布瓦松分配 离散 这两个之间有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 非常的微妙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让各位同学看一看 指数分配跟布瓦松分配中间 我们可以同一个题目 用两个不同的方法来算出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说 高速公路收费站 平均每分钟有六辆车通过 来我们来想一想 这是一分钟 这是时间 一分钟 那么平均有几台车呢 六台车 好 那么现在题目第一题说 他要我们用指数分配的这个观念 来计算半分钟之内 没有车通过的几率 那么我们首先来想一想 以时间来说 一分钟六台 那平均 这个一台每台的间隔是多少 每台车的间隔 当然就是beta值是多少呢 六分之一分钟了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知道了beta 当然我们就可以把指数分配的 几率密度函数写下来了 因为beta是六分之一 那么f of t的话呢 来说就会变成什么 就会变成了六分之一 1的负六分之 t 但是不对 要颠倒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ft是什么呢 是6 1 负 6 t 颠倒过去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这边是beta分之一 就刚好颠倒了 好 那现在题目的观念是什么 几率密度函数是这样 它的意思是说 半分钟 这是一分钟 半分钟之内 这是一半 这是半分钟之内 完全没车 那也就是这里才出现车子 这边以后才会出现车子 也就是说这个出现的时间 间隔超过什么 0.5以上的几率是多少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算的是几率 t大于0.5的几率 那么我们把它算出来 0.5到无限大 然后这个是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把它套进去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 这个很好积分 这个是指数分配的题目 都是超好积分的 就直接写出来了 加一个负号 1的负6t 然后我们的范围是在 0.5到无限大之间 那么来看一下 无限大带进去 是0 减掉 负的就加的 0.5乘上负6 那就是负3 所以是1的负3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用指数分配的观点 我们算出来的这个值 这个几率是1的三四方分之1 那么好 我们来看看布阿松分配的观念 布阿松的分配是怎么样 半分钟没有车 半分钟没有车 刚刚我们说 一分钟平均有几辆车 六辆车 所以本题的烂打值 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要带多少 带的是3 然后我们要算的是什么 x是0 没有半台车 来我们把它写下去 烂打是3 那么px等于0 这怎么算呢 这是用的是 布阿松分配的公式 x阶层分之1的负烂打 烂打的x四方 这个 好 请各位同学带进去 本题的x指的是0 所以这里是0阶层 x是0 所以烂打没有了 烂打是指的是3 所以刚刚好就是 1的负3次方 0阶层就是1 3的0次方也是1 所以1的负3 这也是1的3次方分之1 我们来看看答案一不一样 一样的 不同的观点 做出来的解答是一样的 这个是离散型的 这是什么呢 连续型的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了指数分配 跟布阿松分配之间的 一个微妙的关系 各位同学 可以去多多去思考 中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排队理论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类型了 本单元所介绍的排队理论 是最简单的题型 如果各位同学 对于这个排队理论 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更深入的 一些相关的书籍做研究